近日中国青年网公开评论华晨宇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网友前来围观 中国青年网是站点评华晨宇的 华晨宇不仅代表了华语乐团新的中间的力量的绝对实力 还与先锋的音乐素质和不俗的音乐素养 成为了华语乐团未来极其希望和影响力的全新引领者 可见能够给华晨宇这么高的评论 说明华晨宇这些年来在音乐领域所取得成绩 取得了官方的首肯 也见证了一代歌手的崛起 华晨宇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呢 这与他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1990年出生的华晨宇 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早在他十年的时候就自己特别喜欢音乐 2009年他参加当年的高考 专业分满分 由于文化分以一分之差 与武汉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不过华晨宇并没有灰心 而是继续努力 终于在2010年参加高考时 如愿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 四年的专业学习 为华晨宇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2013年华晨宇出世牛刀 参加了湖南卫视快乐男生选拔比赛 当时他以总分第一成绩正式出道 同年他还获得了第六届音乐风云榜 新年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出道后华晨宇并没有安于宣账 而是继续努力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他先后发行了个人专辑三张 音乐单曲11首 MV12部 参演电影一部 新华网曾经评论说 华晨宇能驾驭不同的演唱风格 即使同一首歌 每次演唱也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此外他的改编及创作能力也不容忽视 手装卡西莫多的礼物中 就有他的三首原创 可见华晨宇在业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正值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中国青年网对华晨宇做出一番评论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被中国青年网公开点名评论后 华晨宇首次发声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呐喊入微 他说两个奥运会 同样精彩 我们一起期待 同时他还删出一个小视频 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得出 面对成绩和表扬 华晨宇并没有骄傲自满 而是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 为社会传播正能量 作为新盛代的歌手 其实华晨宇有很多值得大家敬佩的地方 早在2019年华晨宇 与汪峰一同参加歌手录制的时候 就有网友爆料 华晨宇与汪峰两人闹翻的消息 汪峰随后向华晨宇说 花花听说我和你吵架了 华晨宇在回应汪峰时说 啊谁说的找他去 两人疑问一答 说明他们的关系相当好 并不是外面传言的闹翻 敢于开拓创新 才有发展的前途 华晨宇在音乐领域的创新 将音乐融入了生活当中 使他的歌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这就是音乐能够发展的前提 对于华晨宇和汪峰 你认为他们两人谁更有水平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